民進黨金融市長候選蔡森宜與民進黨金融市黨部主委蘇仁和及金融市議會黨團總召 鄭文廷等金融隊成員共同簽署承諾書宣示捍衛台灣絕不投降 蘇仁和表示簽署承諾書代表台灣有自救的決心 友邦才有信心出手協助 陳代理金融市長的台獨聯盟主席陳崇光表示 金融位於台灣頭 金融保得住台灣就保得住 簽署承諾書是必要的 金融由金融開始我們下一波應該有更多更多地方 被學金融效法金融向全世界表示 我們要抵抗敵人絕不投降的決心 曾經是職業軍人的民進黨金融市長候選人蔡森宜表示 軍人的信念就是絕不投降 藉由這次簽署也讓金融隊成員都有捍衛台灣絕不投降的信念 他也把強化軍民合作關係納入政見 希望建立安全和進步的城市 對我來講 人生中的經驗就是如此 捍衛台灣 保障台灣絕不投降 更何況 現在參與公職的競選活動過程當中 也要讓金融市民知道 蔡司映還有我們金融隊的所有的成員 都是捍衛台灣絕不投降 不論是先過去 現在還是未來 我們都會為台灣人民坚守在第一線 所以 我在我這次的市長選舉過程當中 我的政見提出了一個 特別有提到 強化軍民合作關係 這是所有的縣市長 台灣縣市長候選人沒有人提到的 只有蔡司映提到的 金融市議會總召政委廷等人也認為 在這個時間點簽署承諾書更有意義 議員除了監督市政外也必須關心國家安全 在國家有危難時應該挺身捍衛 金融身為國門第一線 希望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看見金融的決心 捍衛台灣絕不投降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